对于习近平此次对印度的访问 中印双方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并释放了诸多积极信号 表现出双方对于此次访问 所能取得的成果期待颇高 中印关系专家表示 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着缺乏互信的问题 这有可能会让此次访问的成果有所折损 而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如何通过私人层面的交往提升中印互信 这也成为了此次习近平访印的一大看点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印度项目的负责人坦尼玛丹认为 中国和印度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 同时存在着合作于竞争 而缺乏互信的问题 长久以来都存在于两国的竞争关系之中 并很有可能继续在未来出现 他在接受VOA采访时说 缺乏信任的问题 主要反映在印度方面 在印度国内 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普遍存在着 对于中国的意图的担忧 比如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将会在下周对印度的访问中 做出很多积极的表态 但即便在中方迈出这些积极的步伐的时候 存在于印度各方的思想观念里的 依然是 我们可以信任中国吗 中国真的想要和平崛起吗 他们到底想对印度做些什么呢 马丹认为 印度对中国的信任的缺乏 与两国在历史上的交往经历有关 这尤其关乎1962年的中印战争 很多印度人认为 中国背叛了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 所给予中国的信任 据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将在9月17日生日当天 在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迎接习近平来访 两国领导人也会在当天 共同见证古吉拉特与中国广东 结成友好省份 这一行程安排 为两国领导人的会面 增添了几份私人化的色彩 事实上 在此行程披露之前就有专家提到 莫迪作为印度第一个 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出生的总理 而习近平作为第一个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出生的中国领导人 两人如何在私人层面上交往 这也关系到两国互信的提升 莫迪在尚且是总理候选人的时候 就曾经访问过中国 对与中国的合作与竞争 谈论颇多 习近平与莫迪 两人曾在巴西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中见面 习近平将那次会面 形容为一见如故 在习近平访问印度之前 莫迪曾访问了日本 而莫迪在接待了习近平来访之后 也将于9月底访问美国 VOA记者平章 玉港 华盛顿报道